今天農曆7月15日 就是中原建兆 是他看着自由行鬼魂的大侍王老爺生日 港狗国区送鬼王 但现在很多都是由大陆订造 唯独平州的他多年来都是坚持本土手工制造 这些是我的呀 强哥的叔叔40年代就已经做大侍王了 一年里做了十几个大侍王生落港狗国区 他七十年代做学师 八五年到今天已经做了52个鬼王 那个就是他亲手制造的黎素帽 都有三十年的历史 将纸一层层贴上富有大侍王符的黎素帽 至少要有1cm口才够口实 传统上这个起手模式是我们梅隆院的模式 没有一八年都有九十年 到了八四年叔叔过了身 叔伯兄弟也叫他顶上 但是服侍大王又怎样可以得一个姿势呢 一件衣饰图案都要问过大老爷的同意 有时那些手脚我不敢改变 只有问神明 所以就去北湾大使老爷的臣位那里问一般 当年害怕 所以问来说没有二百个都有八五个 他的天台小屋就是工厂了 这是判官的手 三十年来都是根足叔叔的做法 身上一个图案都是一笔笔手画 非常精细 除了面铺 手指的关节都要精细讲究 头顶的观音都是手造 而不是买现成货 为的就是尽力保留乡下的传统 那么紧张因为大老爷真的有意志 有时那些事情神推鬼咬 就在一间茶楼那里做 为何做错了 做错了呢 做错了呢 直接一个身的手就斗了在胸口 就是直接做错了 就去吃饭 吃完饭回来 一打开门 胸口即刻啵一声 那你说胸口啵一声 立刻第一眼看 就是看到胸口 那只手不对 不喜欢就会告诉你 你还敢慢慢做吗?